大家好,这里是马拉编辑 台当局劳动事务诸位部门劳保局15日公布最新数据 202年,台湾劳保收支短出386.1亿亿元新台币 连续第6年入部付出 根据台当局劳保部门统计指出 去年全年,劳保普通事故保费收入达4428亿元新台币 但支出达4814亿元,收不抵制达386亿元 较2021年的288亿元进一步扩大 若计入投资亏损的589亿元 就算台当局今年已拨补450亿元 甚至合计特别预算300亿元 基金规模仍恐进一步下滑 破产年限恐较精算报告预估到2028年进一步提前 近期,台湾地区重启劳保年金改革的呼声不断 台北市产业总工会理事长邱易干 全台金融业工会联合总会副秘书长周虞轩分别表示 劳保年金2021年爆出破产疑虑 每年拨补几百亿 终究是杯水车薪 根本解决方法是要提出劳保改革方案 当局只为选票而不愿积极推动相关改革的讨论 令人失望 自策的阴证 4 3